手游酷玩 有很大几率就报废了 但是也不太一定 因为其实 这个还是存在一个小的概率问题 也是看大家就是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 轰炸曲这个事情 在之前我没玩过一些 抢战和生存类游戏 所以说我不太了解 我第一次接触轰炸曲这个东西 就是在决机球场 当然 这个组队的话 可能有人会服 如果不是组队的话呢 可能就会造成 这个被轰炸曲击场 然后也会造成一些 这个乐文去世 供大家这个笑后谈词 确实是很正常 因为其实 轰炸曲这个设计呢 本身算是一个 独命的东西 它可以帮助你 淘汰掉一些不想遇到的人 就比如说哪个神仙 爬被轰炸曲炸死了 当然我说的是那种 就是不开这个 免伤害挂的这个神仙 这个外挂还是非常多的 之前也是说到 绝地求整这个问题 这个和平经营和刺激战场 其实按道理来算 都算是绝地求整的这个产入 当作为一个 比较合格的这个组成品 算是组成品 就是把它守着化之后呢 其实它本身带给 腾讯的手艺非常大 然后腾讯最出名 就是在制作这个反外挂方面 其实做的比较好 这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和平经营和刺激战场 说到现在呢 除了刺激战场 之前确实是出过 不少这个外挂事件 但是和平经营 目前我是没遇到过 可能遇到过呢 我也分辨不出来 但是感觉绝地求整 这个游戏 就是它的端油版 确实是被外挂 烤得有点这个黄了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事 这个也是游戏制作上 在游戏运用过程中 我没有注意到 回到这个和平经营 就这把的这个体验场 和平经营这个游戏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大家前进会遇不到什么人 这个很正常 这个100个人 每个人选择的位置都不一样 有可能跳在一起 有可能不跳在一起 有可能你会出现赌桥的人 有可能出不前 这也是大家可能是选择不一样 然后有的人喜欢刚强 有的人喜欢手不子 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私人组队模式 我之前也是玩过 然后也是和队友 有的时候会配合在一起 有的时候会分散走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事 就是如果你的队友 跟你分散走了之后 你本身一人 其实很有可能 面对的是一个独狼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 或者是他四个队友 就他四个人在一起 这种情况下 不要轻易开枪 这也是我个人 就是说一些 这个关于和平经营 这个私人组队的经验 如果大家选择分散的话 就不要轻易开枪 因为你轻易开枪 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这地方看一下这个虫浪 我给大家展示一本 这个哎哎哎 再晃再晃 哎 这个虫浪 这个模型做的好像不太好 这个有点这个卡毛型的意思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关于这个游戏的玩法 如果你非得一个人 就是玩私人组队模式 然后自己走了之后 自己走 不选择个电脑走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 这个 天降正义 苍天游为谁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被炸死了 还是跟大家继续说 那个问题 说完 关于你自己想走的话 那么就不要轻易开枪 因为你一个人 打过四个人的可能性很低 他不可能是四个电脑排在一队 所以说大家要是玩组队模式 非得自己走的话 就是以小心形式 就是狗着 狗住直到跟队友再一次会合 再采取一定的这个行动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的游戏 依然是和平景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有酷儿 感谢您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